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跌了几乎是腰斩 弹的幅度大概只有将近14% 我们看一下下 对 我们看 弹的幅度是非常的低 你看他昨天 今天收盘256 227 了不起弹了14% 我们大盘 集中交易市场弹了20% OTC弹了快三成了 他好弱 他是严重落后 他是大跌 表示他基本面移出了问题 对 我们稍微提一下 你看他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和第三季 跟去年同期 这个是衰退了大概三成 这个衰退大概是9% 以前是20到30%的成长 对 表示说他这个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的状况 真的比一切来的糟糕 对 怎么会这样 那我觉得重点在于什么 第一个发觉中国大陆的品牌 慢慢开始崛起 很多都是用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晶片 对 你看像华为的部分 他用海思的晶片 华为大概在中国大陆 也是排第三 第二第三的部分 小米的部分也是用 QuackCon的晶片 用他们自己的 另外他在三机那一端 本来是获利最好的 但是展讯开始大量的杀价之后 让他在这一端 获利大幅度的一个缩减 所以很明显 去年上半年赚了大概14块钱 今年上半年只赚了8块钱 整整单费了6块钱 所以表示他的状况 真是蛮辛苦 就是说前面的QuackCon 他又追不上 后面的追兵 展讯 海思一大跌进来 去抢他的市场 就造成他获利 每况愈下 今年第四季状况 不会太好 甚至明年 我觉得他都会很辛苦 在这一年 可是我们来看看 一些这个BB ratio值 那么这就是 Book to bill 对不对 就是我的订单 然后跟我的出货量的 一个比率的一个数值 只要超过1就代表说 我的供给 我的需求 需求大于供给 那应该是好事 对 好事 所以我们来看到 它其实已经超过1 而且在1以上 已经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的半导体 怎么都没有反应 但是大家知道 最大的问题 它是订货除以出货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浅色的这个部分 是订货 对 如果三个月平均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很明显 三个月出货的 订货订单的平均 是掉下来的部分 从16.7掉到16 整整少了 少了大概这样 7千多万 比方说它是分子分母的问题 订单就代表说 未来出货的 可能的一个趋势 对啊 你看过去 你看一路是16.7 比上个月要衰退 非常的明显 告诉你说 未来的单子 可能没有预期的这么好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像Intel 像台积电很明显 都砍它的资本支出 至少大概两层附近 所以一直是 虽然它一直 BB ratio值在1以上 但它其实是整个往下掉的 重点我们是要看什么 订货 订单才是最重要 这个是分子 对对 最往下 三个月平均是往下 原来如此 所以可能问题 Mega就在这里 对对对对 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对不要高兴得太早 想说BB ratio值很好 但是我们来看 台湾一些重量级的大 我们看几家大公司 对于半导体的后市 然后我们也请出总 来帮我们看一下 像张中某董事长 说明年会好 然后我们看 林文博董事长 他就说 第一季可能会有集单 明年第一季可能会有集单 再来我们看联电 联电他就讲说 半导体下半年的景气 最多持平 他是比较看中立 没有那么好 那到底半导体 接下来的看法呢 我觉得台积电 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今年第四季 确定是不会好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 台积电的口气 明年第一季开始 景气会往上复苏 但真正让它 成长幅度最大 我刚刚讲A10的订单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发觉 中国大陆的中心半导体 像三星也在发展它的代工 都抢了一大堆的单子 就像你看夸抗 很多的单子有下到什么 它的820的角龙的部分 是下到什么 三星 它比较低接着下到中心 中心半导体 所以对于台积电而言 它的竞争对手 慢慢在挖它的什么 挖它的客户 它唯一就靠A10 如果接到比较大的单子 让它明年还有很大幅度的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那至于我觉得 戏品的部分 它有提到 明年有望见到极丹 不代表是真正接到了 它觉得今年第四季 可能消化固存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接到极丹 不代表真正会接到极丹 所以说我觉得 看起来可能还要再注意一下 我个人觉得 日月光比它具有代表性 因为日月光 你看它的营收的部分 相对表现比戏品来得好 非常的明显 因为日月光有接到 苹果的SIP的单子 对 相对投资的 这一块投资的比较多 所以日月光我觉得 它会比戏品相对 对于景气的看法 更具代表性 那至于联电的部分 我觉得联电相对而言 它只能说 我的28奈米的良有拉高之后 我有机会抢到一部分的单子 对不对 但是它不代表 整体的景气的看法 只是它自己稍微体质好了一点点 有机会多拿点单子 所以它好不代表整个景气好 但是真的重点 还是要看它28奈米的良率 最近市场上有提到 它有接到一些单子 可能对它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整体半导体景气 今年第四季 看起来都不会好 看明年的一个变化 OK 好 非常谢谢楚董 这是在半导体的后世的部分 第四季 现在看起来就是 差强人意了 那么接下来重点 应该要看 明年的第一季的状况 给您做参考 好 那么继续 我们要赶快请詹总 来帮我们选股 这一种今天选股的标题 叫八条好汉在一半 不是九条吗 少那一条 选股是八条 选股是八条 当兵说是九条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选 好 我再想 给大家两个 第一 两个意见 第一个 其实我们过去谈了很多选股 你可以发现 每一个阶段 也会每一个阶段 选股方式不一样 不是一档股 不要从头包到底 因为行情 不是那大多头的行情 第二个呢 选股固然重要 其实手法更重要 你会发现同一档股票 其实有人追高 有人杀低 有人赚大钱 也有人赔大钱 对 所以说选股固然重要 但是这个手法更重要 但是第一个重点 还是要把好股票先选出来 在那个阶段 当时间那个timing 什么股票最容易涨 是 来 好 那么我认为 现阶段最佳化的投资组合里面 我提供八条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很有趣的是 我先把这个条件先讲一下 我认为到年底 我说行情会热到年底 热到年底 我认为真正的攻击型股票 攻击型股票 比较不断的行情 我认为大概集中在六种 一个是瓶盖 那么另外车用相关 主要是车用电子 还有网通 包括光通信的族群 还有工业电脑 还有生计 环保 下面这个IPC跟生计 跟环保 节能这个部分 绿能这个部分 跟135计划 这比较有连结性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你选的股票 最好是这六种 其中一种 把它挑出来 比较有族群化 第二个呢 那基本面季报 在11月中要公告完毕 当然要好看点 第四季还要继续成长 这基本面最基本的条件 那技术面要注意 大型态刚刚突破 而且已经短线 已经做一个拉回了 如果这股票还没突破 即使再抢 它可能会压回 或是说 突破已经涨很远了 结果你去做追价 可能短线 刚好要碰到它拉回 那你也蛮痛苦的 对不对 所以要有突破 但是也要有做拉回了 这样的股票是最好 那筹码面当然把人偏多 这必要的条件 重要的 融资我认为 大概三成以下是最好 所以有些新上次贵的股票 有时候它筹码比较集中板的 会比较容易做拉抬 那如果不能融资是不是更好 对 就我刚刚讲 新上贵上市贵的股票 不能融资的 可能会筹码面更加稳定 好 从这些条件里面 我筛选八檔股票 让大家来做参考 很有趣的事 大家看一下 竟然前四档 是什么呢 有三档鸿海集团股 而且三档 都是苹果概念股 你看郭董有什么 没有 纯粹从技术面 基本上选出来 竟然是这样 所以苹果概念股 虽然整个苹果族群不是很强 但是有些股票 特别会有表现 那么在光通性的部分 当然我说过 另类的台湾之光 我选的是给大家 推荐的是联雅 那么车用电子的一边 我推荐的是宜特 还有呢 这个 一材的联合股科 我们选的是联合股科 还有LED 我们选的是隆打 那有关这几档股票 我也稍微简单解说一下 不看佛面 看生面 不看基本面 我们看技术面 基本面我在想 每档各股都已经很了解了 我纯粹跟技术面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把它选出来 道理让你做参考 来 比如说看夜城 我们看周K线好了 周K线会更清楚 周K线就可以把均线拿掉了 这个周K线里面 你可以发现 这个上升三角形刚做突破 对不对 那么光这种技术面都值钱 那基本面当然好 没问题 只是本益比稍微高了一点 那么第二档股票呢 我们也看一下 同样我们上次也提过了 2391的政威 虽然很多人也稍微有点看拉不起 但是周K线 我们一样看到周K线 这是周K线 也蛮有 这个日日K线 周K线 也蛮有趣 周K线就可以把均线拿掉 它也是上升三角形 刚做了一个突破 而且是成长型的 还有第三档个股呢 是 台郡 台郡呢 台郡其实 它的形态也蛮好玩 这波行情里面 它推 再拉再推 它一个顺势整理型的 而且在这个礼拜里面 一根红鸡棒吃掉 过去三根黑鸡棒 这种股票 上下起落有次 它比较容易洗盘 然后呢 因为这样走 这表示它走得比较通行 周K线我问一个问题 你刚帮我们跳的这八档个股 是不是都是要放一段时间 不是短线 我认为 逢任何拉回 都可以立即站在买房 对 好 那最后 这个 苹果干练股的最小的这一档转机股 大家可能会 有些人会认为它扑扑 其实我们上次在10块钱之后有讲过它 现在已经到16块 人家也起落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状况 它其实有一个头肩底的讯息 它刚做涂穿 我认为它是出生段转机的低段 还可以哦 你周K线长6 日K线它还蹲在那边整理一段时间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其实比较小一点 这个联雅 联雅不晓得 联雅是不是不可以融资嘛 对 请用日K线 不可以融资 不可以融资 它就筹码比较稳定了 可能至于不晓得 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三个礼拜前 你会讲说 本来457块的高点一定会涂穿 但是我说涂穿之后请记住 涂穿之后它一定获利了解 卖价会出现 很多人等在那边卖 所以我说你400块到450块 一个箱形区间去做整理 至于还说 幅度有这么大吗 对 那有没有呢 高点涂穿了 有没有回来 又回到400块了 它不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吗 好 那你现在 好 过高点再拉回到 重新400块以下 又另外见到一次买点 那我认为它另类的 台湾之光 我就不用重新再续续 好 来 宜特跟联合 这个之前都已经推荐过 宜特的个股很有趣的 它突破高点 上过100块之后 连续拉回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亮受在这边组织整理 我认为是过关拉回的形态 我认为它未来还有高点 联合股科今天是 联合股科如果你还记得 也一样 在涂穿三个礼拜前 涂穿了67块80来的高点的时候 我会讲过 一定会发生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它过关一定要回来灌后整理 整理两三个礼拜 有没有 然后整理完之后 它会再向历史高点 90几块来出发 整理三个礼拜之后 今天过性高了 好 这是实质有效的突破 这里已经转质支撑了任何拉轨 我认为应该站在买 还是OK 它的生意族群里面 我认为这阶段里面 最强这个代表 其他的个股 其他的个股 其实生计的个股 其他的个股 明天大部分的股票都不能追 我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一窝蜂 那最强股票 LED的股票里面 我选龙达做代表 当然它有新型的产品 问是本益比也低 但目前走出这个样子 看周K线 就更加清楚 周K线它也是 周K线打出来看 就更加清楚 龙达的周K线 它也是一个刚刚好 头肩底的形态 刚好完成 突破颈线 那你光看这个线型 再配合它基本面 这些筹码面 我认为未来都有空间 那有关这些个股 我还是强调一个重点 选股固然重要 买卖点的掌握手法 会更重要 不要乱追高 所以不要每次看到涨很多 才去做追价 拉回来真正改买点的时候 你吓得躲在旁边 那你就操作相反 有时候要稍微 反市场操作 才会适应家 好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张总 帮大家这个八条好汉 给您做一个参考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继续请威元 帮我们回答一下 观众朋友的持股问题 这是一百分的健康好水 来自安利一支元净水器 创新科技的二合一路行甲 高密度活性碳 孔性小致头发 直径的两百分之一 过略超过一百五十种杂质 与重金属 同时保留对身体有一个钙 能 矿物质 先进科技的紫外线灯管 有效消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细菌病毒 更通过NASF四项 全机认证的考验 一百分的安利一支元净水器 给家人一百分的健康好水 二零一六旅游盛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基隆港起航 首创油轮上冲浪 攀岩 大型冰宫秀 梦工厂大游行 皇家购物大道 奖励旅游 家族团聚 社团联谊的最佳选择 五月十八日起航 畅游 冲绳 高知 广岛 别府 请洽山副旅游 I'm alone by love Put your hand in my Just a walk Talk in a loving way Baby Love To the break of day I's a girl 我欣欣欣 最近为了一个礼 问你给我的礼物 我会占记 欢迎我们的是非 就顺厌世界分队 你是我生爱的人 别怕高言 超越价值的 Premiere Seiko Look around you James Everything you ever stood for A ruin 11月5日 We can't just desert We have to He's on his own Why did you come? He came here to kill you And I thought you came here to die 007 恶魔自补 11月5日周四 抢先全美上映 建物高矮不是重点 钓鱼清新才是关键 耐震 从选择SN钢才开始 东河钢铁 YOUCHOO 现在买大金R32新世代冷煤 冷暖便品空调 煤组限者2000元 高效 节能 环保 R32新世代空调 现在买 金丢锡 以后一起放大金 爱是个无限不息 最近为了一个礼 你给我的礼物 我会争取 欢迎我们的是非 就算决策世界分队 你是我生爱的人 别怕高烟 超越价值的 PREMIER SEIKO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留言 这个还有一个 以前我们的来宾犀利妈 她也留言 对 刚好今天我生日 所以她祝我生日快乐 那我要在那边谢谢她 好 等一下我们回来 赶快回答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黄家伟 她问国统可不可以续报 其实我们看这个8936国统 当然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有跟13.5计划有关系的 其实它水资源 包含在新能源里面 所以你去看 其实我们只看法人的买卖槽就好 就把外资跟投信都混在一起 就是法人买卖槽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 其实都在买 对不对 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 走再把它拉得远一点点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的这个基息 不是很高 基息不是很高 而且呢 我们家从60块跌下来 对 其实跌到现在已经 已经上39块嘛 对 那也就是说现在 季线上扬 站在季线之上 这个法人在做买超 我觉得就是续报 我觉得续报 因为其实这个是 蛮明显的政策方向 好 OK 那再来一个赚钱的 我们要他问说 可不可以加码 来 李同学要问 同亨可不可以加码 好 549年 这个同亨 其实今天非常强势 对 已经连拉几次 我们把这个 我们看最近好不好 我们看最近 对 连拉三次 可是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短线上面 因为你去看 他这边其实有一条年线 可能没有画出来 这边有一点点 已经有开始碰到 今天应该是有碰到 这个年线的一个位置点 所以你去看 就算是 今天法人买超 其实你还是要续报 只是说加码的点 你不要在明天 如果又开高 你去追 很可能短线会拉回 对 因为其实已经碰到压力 你应该等他 回撤这个缺口 再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回撤这个缺口 昨天跟今天 昨天跟今天这个缺口 有回撤 因为其实他还是 多方格局没有问题 那在75 你不能讲教会 我讲75 我不能讲教会 是不是帮我讲 我帮你讲75 75应该没那么低 应该在这里 没那么低 75应该是太低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 不要追高 因为他已经碰到压力了 这个IET 好 那IET 英特雷的部分的话 其实 有一点点疑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他第三季的 营收是创新高 创立的新高 然后可是为什么股价 没有表现 你看这个一样相关的 比如说光环 一样营收表现很好 他股价是创立的新高 对啊 这个才对嘛 这个才正常 刚那个不对了 497应该 你看营收创新高 他的股价表现 反而有点问题 另外他有一个 因为他有发一个CB 可爽商公司 在他的定价 本来是70块 那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一两个月他有调整 调到大概69到68块 好 那现在股价还有117 对啊 所以他会 他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 发CB的公司 如果这个股价一直涨 他会面临到一个叫做 CB认列的损失 为什么 因为是投资人去认 对 各种的公司在嘛 对 那等到他 因为他 我们假设70块好了 对 他用70块去认嘛 所以接下来他会面临到 所谓的一个叠价损失的风险 这样 好 省一点时间 看看来看 好 来 省达 讲结论 省达就是先去报 先去报 系统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IC设计 我目前会认为说 比较做一个保留 比较保守法 再卖草 这样子要稍微做个留意 好 非常谢谢威远 帮大家解决 大家旗鼓问题 这是今天的爸爸 理财有方 稍后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一个视障的女孩 她有办法煮咖啡 而且是国际 收看无线电视本来不要钱 占据有线却要收钱 说是未观众 其实是骗选票 图立特定对象 我们坚决主张 除了公共电视 反对无线电视台 必载特权 无线频谱是国家 针对稀有资源 我们呼吁检讨无线台 频谱使用效率 把全民的资产还给全民 卫星电视工会 恳请立委严审把关 欢迎收看 88理财有方 要给您财富恩次方 你好我是志玉 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华南投顾的董事长 卓祥申 卓董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大华投顾的分析师 詹文元 詹总你好 大家好 好 还有我们的 这样投顾的分析师 苏卫元 卫元好 主持人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帮大家准备了 什么样的主题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苹果的财报 已经出炉了 大家千呼万唤 看到这样的财报数字 但是呢 却有两个 不太一样的解读方式 有人说 这一季的财报数字 很不错啊 亮眼 但是有人说 但是前景 这个下一季 可能就没那么好 所以呢 今天在盘面上 我们就看到了 苹概股两样情 待会呢 我们要请楚董好好来论一论 这个苹概股的后市如何 再来呢 我们这个詹总要好好 带我们来看看大盘 还有詹总的选股 您也不能错过 另外就是最近 越来越多观众朋友 要问你的持股问题 我们的夜问团 最近呢 一个节目当中 都要出动三次 今天我们夜问团的团长 就是威元 好好帮你解一解 你手中的持股 到底是该走 还是该留 好 我们苹概到底怎么看 先赶快来看看 苹果的财报数字 苹果在台北时间28号 清晨发布7到9月财报 不但营收515亿美元 超出预期 获利也激增31% 来到111亿美元 最大工程当然是iPhone销售强劲 而以区域而言 中国市场营收年增一倍 似乎丝毫不受经济放缓影响 苹果执行长库克 除了表示这是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会计年度 展望本季更是心心满满 预估营收是755亿到775亿美元 高于外界估计的771亿美元 主因是安卓阵营 倒戈到iPhone的换机潮 仍将持续 而最近访问中国后 他观察市场并没有减缓迹象 苹果财报表现亮眼 使盘后股价一度上涨2.75% 最后小涨0.61% 收在114.55美元 咱们新闻 看礼拜一的时候 苹果股价大涨 相对反应一下 大部分基本上是一个中期短空的一个格局 而且很明显 外资都在卖什么比较纯的所谓的Apple概念股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反而去加一些大家看到 以前并没有这样子纯的所谓的Apple的概念股 非常明显 我们首先看这两档股票排第一的 第一个是夜城 第二个是TPK 很明显 外资二选一 目前看起来 这个有红海后面的一个很大的背景 加上你去看它9月份的营收 比8月份成长大概三成以上 但是TPK大概只有9% 相对而言一般认为 这个夜城应该 未来长线会比TPK好 所以你发觉 大部分的外资都在减码TPK 加码夜城的部分 这是一个配对交易 对对 比较这样反应的 第二部分我觉得大一光最可惜 事实上你看它第三季的状况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亮丽 初中你知道我们看一下 它的现行是走空头 但是我觉得市场一直在讲 说日本有一家厂商 有拿到Apple的订单 事实上我们去查证之后 公司也讲说那家公司 事实上都没有拿到 对 谣言一场 但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去看 一般认为 Apple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找到Second Source 这样子它领主件的价格会压下来 所以你往后去看的话 一定会看到有些新的厂 只要它的产能拉到一亿的数量 其实也够的话 Apple一定会采用 所谓Second Source 所以大家是怕这个 所以大家忧虑这个 才会导致它很大降叠 但是我觉得以大力光 目前它在产业的竞争力 这个状况 我想说半年或一年 暂时还看不到 它的技术暂时还没有人可以追得上 有一点就是要看10月份的营收 一般公司讲10月份的营收 应该还不错 大家知道大力光的董事长 讲话非常保守 他讲到应该还不错 应该有10%以上的成长 月板月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它股价应该有机会往上去攻坚 是 它的获利照上真的是非常的好 OK 好 那刚刚其实我觉得 楚董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非常血统纯正的屏概股 是在被减码的 慢慢在减码 对 那如果它可以吃到一些非屏阵营 或者是它血统不那么纯正 也就是代表它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收入的部分 反倒是可以加码的一个部分 所以未来的屏概会走这两个方向 对 我觉得因为这一块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在大概7月8月那时候就酝酿 iPhone出新的手机 对 所以你看那时候股价在 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它股价一直维持在高档 最近反而有一点逆向走 我觉得Apple真正的关键 在明年第一季 今年第四季大概7400到7500万支 应该还不错 对 跟去年大概小成长 真正的关键在于明年的第一季 大家知道 为什么iPhone 6和6 Plus 时尚卖的最好的手机 对 是因为它的时间能够延长到第二季 就是说今年的一到三月 还是卖的非常好 这最主要关键因素 一般认为说 目前我们听到一些零主件的 提供的讯息 觉得明年第一季 可能它的延续力应该不够那么 没有像去年的iPhone 6和6 Plus 这么强 可以那么长 对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对这些股票 多少会有些影响 OK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苹果的财报数字 你要说我们不要考虑 未来我们就光看 这一季的财报数字 是很好的 对不对 因为大家本来想说 那个S 通常S不会卖那么好 你只是一个小改款 结果我们又想到 它这个交出来的成绩单 其实是好的 而且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毛利率 甚至还稍稍地往上提高 对不对 所以光看这个财报数字 其实不错 所以就像竹董讲 其实大家忧虑的是 接下来它的续航力 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好 对对 就像大家看 10月到12月的展望营收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750到775亿 略低于市场的预估 对 新的手机开始卖 照正常讲 苹果的以苹果的 它的这个所谓光环 至少第一个月 第一季应该还不错 我刚才讲 重点在明年第一季 是最大的问题 那个才是真正要去看的部分 在第二季也卖得非常好 对对 我是觉得 我个人还是觉得 就像我最近有去 准备要去买 那个iPhone的手机 你会发觉16G的 iPhone 6S Plus 对 这个就要一万三 我记得之前买的时候 大概七八千块 就解决掉了 所以光光手机 大概涨了 大概四千到五千块钱 所以竹董 你是要配门号的 对不对 对 配门号 对对 我想说单机拿这么便宜 是因为你是竹董 所以可以买到特别便宜吗 所以我想说 一般人还会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必要 我觉得大家想说 要不要换 连出头你都考虑 所以我觉得 它的手机实在是 真的太贵了 真的太贵 而且变化说实在 没那么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苹果财报的四大玄机 这是平面媒体 帮它整理出来 那我们就引用一下 玄机一呢 我们来看到 它的销售量 其实是每一秒钟 卖出六支手机 太可怕了 我想其他的厂商 大家看到Apple 这个销售状况 在那边旁边流口水 真的 但是Apple实在是没办法 它的光环实在是太强了 对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iPhone的营收数字 光卖iPhone 322亿美金 占苹果整体营收 就占六成二 对 现在实际上 苹果的营收 你仔细去看 只有iPhone 还是在持续成长 对 iPad Mac 成长幅 一个衰退 一个是小幅度成长 对 所以iPhone 还是决定了 整个Apple的获利 占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厉害 对 再来玄机三 我们来看看 他讲说 库克告诉大家说 这一季的iPhone的消费者 买新的iPhone的 很多是从Android阵营 跳过来的 对 就是他可能本来用三星 可能宏达电 或其他 Anyway 其他的手机 三层 居然从Android阵营 愿意用iOS 其实重点是6Plus的部分 6Plus 所有主要的手机厂商 推大面板手机 最慢的是谁 就是Apple 所以Android 很多Android的用者 一直在等等Apple 终于出来了 5.5寸了 大家赶快去换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大家知道 大面板的手机 因为大家都在看 看一些视讯的话 大面板基本上 相对是比较 比较舒服的 对 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说 等于说累积了很久的需求 一下爆发 所以说造成 它6和6Plus卖得非常的好 最主要是这个因素 所以Cook不要高兴太早 因为你续航力才是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你去看新的手机 其实长相各方面 跟Apple不会差太远 都很像 价格大概都差一万多 因为本身 因为你把你的所有的资讯 已经丢在Apple的云单上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所以不太容易去换 会被绑架 但纯粹去看硬体 那个CP值 我觉得它实在是太贵了 太贵了 Apple手机实在是太贵了 不断的抱怨 这个玄机就是营收有6成2 这个是来自美国以外 特别是在中国 难怪库克最近去了中国 去好多趟 你去看库克实际上 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真是一个非常重要 占它整个营收的快四分之一 这个比例非常的大 而且预估未来 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 会增加速度非常的快 中国大陆很有钱 买手机这个几万块 加来就是小事情 所以说我看全球 中国大陆可能是未来 成长幅度最大的一个部分 对 难怪库克要跟我们习大大 要去中国大去了好多遍 对 还要再继续去 不然哪天习大大说 不准你iPhone卖手机 你就回家吃自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楚董已经提到了 其实在苹果 我们来看它iPhone还是卖的最好 其他像iPad 像Mac倒是令人有一点意外 Mac卖的非常好 Mac最主要大家注意到 它有降价 价格降下来 原来如此 加上Mac的电脑在高阶的 所谓Nobo上 还有一定的分量 它的外形各方面都非常好 所以吸引以前Microsoft系统的 去买了Mac的电脑 但重点它是降价 价格真的比较平易近人 难怪我想说 你看它创下新高的一个销售数量 原来是降价 原来是降价 另外你看iPad的 iPad年节两成 我本身有买iPad 但是你看新的 它就是比较薄 比较轻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部分很明显连7G衰退 这个是很明显 我个人觉得 Apple在硬体方面 在发挥已经到了极致了 未来要大幅度成长 有一点点难度 这个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就是它接下来的隐忧 这也是这回它公布财报 明明不错 但是它的股价 没有直接反映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看Apple的Watch 也没有卖的预期这么好 它现在慢慢希望 做到中阶的手机 Apple的比较稍微平易近人 也许能够再把它量扩增 那高阶那一段 我觉得大概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 再扩增的机会有限了 除了我们来看 这就是你最在意很贵 对 我们来看它的到底有多贵 这个是之前的iPhone 6 对 好 那这个就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大尺寸 那个时候卖一样的价钱 但因为汇率的关系 所以变贵了 现在的iPhone 6S Plus 要28500 之前是25900 好 然后你就小改款 你要贵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但是重点 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比较这个 不是要你看它现在变贵 我们来看它变贵 但是我们台厂 有没有赚到钱吗 没有 没有 你来看 往下看 第一个看它 它毛利率实在是非常的高 几乎快七成 对 很可怕 对 台厂组装费用 4块5 4块5 你看它卖多少钱 对 它卖749块钱美金 我们只有4块 我们分到4块5 0.5% 好 那它改款就是升级款 对 一样卖一样钱 我们一样 对 没错 哪有这样的 我其实 你卖比较贵 你都不多分一点给我们 其实中国大楼其实吃了一个闷亏 你知道 它其实从各地方进了零主舰进来 对 只是做一个代工 那个价值非常低的 在外销到美国去 对 你知道 看起来好像出口是一个顺差 但实际上它真的是表面上不错 但实际上赚的利润有限 最多只是让它的就业人口 还维持一个部分 它真的是 事实上赚到真的非常少 所以用这张图 除了我们台厂 我们之前都讲说 可以打进苹果供应链 多好又多好 现在很明显 台厂真的分得到它的一些利润吗 我觉得现在很明显 大力光是最主要的部分 在镜头方面 对 独占凹头 是 另外在机壳的可乘红准 应该还是占有一个一定的地位 其他的部分像电池 虽然是有 但是那个中国大陆 慢慢慢慢 领主界限开始崛起之后 台厂在这一块的竞争的压力 会越来越重 这地方真的要去小心一点 对 所以就算以后 你听到苹果供应链 苹果光 它不一定赚得到 它可能只是赚到营收 你知道 要真正赚到比较低的利润 我觉得会有点难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它的处理器A10 到底明年给谁 给台积电多少的比例 这会决定台股明年的一个价位 就是台积电的走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应该多给一点吧 你跟全世界消费者都谴责他 如果我觉得如果台积电拿到了 比如说80% 或是拿到更多的话 对 未来台积电的股价 往上的空间还会非常的大 这是最重要的观察点 处理器的部分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了 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 你赚那么多钱有点发指 好 我们来看苹果 账上现金有6兆 6兆 6兆 我们全年中华民国 我们所有的国家预算 有没有6兆 我们是5000亿美元 是不是 GDP5000亿 不得了 好 我们来看它 账上现金有6兆台币 6兆台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多少 它可以把台积电 它在家 不是买台积电而已 在家红海 在家大力光 全部买起来 全部买起来 5.3兆 账上现金真的非常多 事实上我刚刚讲 我们的GDP大概5000亿 它快大概二分 大概是五分之二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富可敌国 它实在是富可敌国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么多钱 之前很多苹果的投资人也说 你拿那么多钱干嘛 所以你应该要分给我 分给我 所以它现在做法是第一个 我的股力现在变得比较多 多一点 从0.47美元到0.52 多一点分给你 另外我就是买类似所谓的库藏股 增加这个部分 也许这个部分对它股价有帮助 注意到Apple的股价 大概在130到110之间 之前在110排了好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苹果 稍微看它股价 对对对 接我们看一下苹果 对可以看一下 大概92 实际上大概在110这边盘了很久 稍微谈上去一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如果苹果的股价未来往下看 表示说它未来在明年第一季 甚至今年第四季 卖的都不如预期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 以它目前的财报出来 应该股价往上走的机会比较大 是 如果往下走 比方说市场对它 未来这个新的plus的部分 卖的看法会比较偏保守 这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 好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楚董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 昨天苹果在盘后的交易 大概是涨了0.6% 对 最高只涨到2.7% 对 然后最后收收0.6% 对 然后但是刚刚我们看苹果盘前的交易 它涨了1.5个百分点 好 那明天就明天 苹概股有没有机会稍微往上动一下 我觉得会有点难度 因为该反应的之前已经反应了 除非今天 它跌那么多天 我觉得除非苹果的股价一路往上去盘升 对 比如说拉到120 120或125以上 看起来这趋势明显 会稍微带动一下苹果相关的概念 那我觉得苹果很重要 除了刚刚讲这一点以外 另外一个体材就是自动驾驶 苹果未来在这一端 应该会着力比较多 因为那个是一个产值非常大的部分 也是大家都看到的部分 如果在自动驾驶这一端 有一端发展的话 对它的股价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虚拟实境 扩增实境 现在很流行的部分 这两块是它未来发展 很可能的一个方向 所以要看新的市场了 对对对 好 非常谢谢出动 好 那么赶快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 就是到底今天的盘怎么看 明天的盘 接下来的盘又要怎么看 我们来看今天台股 那么这个一度是翻到了盘上 但是最后这个往下 低点在8632点 那个时候打到低点的时候 大家快要吓坏 但是好险的是 因为今天OTC很强 今天OTC一直在盘上轰盘 但是这个大盘一直在这边 可可连连在这里 但是中场跟昨天一样 这个莫名的一只手进来 往上撑了一点 最后是小跌了35点 收在8665 但是我们来看外资 这已经是第二天的卖超 虽然不大 但是它从大买百亿元 到变卖超 外资今天卖了11.6亿 合计三大法人是卖超5.8亿 那它在期货部分 它又再退了一点多单 现在未平仓的多单 剩下一万七千多口 这个接下来盘 赶快请教一下詹总 詹总你好久没来了 对来怎么怎么办 听至于刚刚这样讲 好像蛮紧张的 好像很可怕啊 平常心不要那么紧张 我们来看一下詹总 回到刚刚那个当日 可以看是不是 对对对 我怕大家看久了更紧张 昨天跌 今天跌这样子 最主要是因为苹果 有一点利多出镜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看影响会很大吗 我认为影响不是很大 如果没有这样子拉回来 你想你还有下一步的机会吗 再说啦 我们再说啦 这波行情涨了1500多点 涨21.6% 对 拉回两根小黑鸡棒 很正常啊 很正常 那不拉回来你怎么会有机会 现在那个风吹草动 都会导致投资人胃痛 听我说 来 我的心情是这样的 好来 我的心情告诉大家 这有关现在到年底的行情 对 你不怕回党 怕不回党 听清楚 不怕回党 就怕 没有回党你怎么机会呢 就怕不回党 如果你不回党 你择也不是 你不择也不是 你回党有机会 这是心情 对 但怎么很多人在放空 那个是另当别论 我们贵制品 那光是这两句话 你要不要这个给那个放空的朋友一些忠告 我觉得当然有点弱势骨 应该个股表现差异性很大 你放空还是给放 大盘呢 对 大盘我认为你现在放空 逃不了什么便宜 好 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 直接给大家建议是 多头到今年的年底 对 都是多头的掌控范围 不要太早离席 不要太早离席 要否则你会放弃了很多机会 我先送给大家这两句话 是 好 那么我们这样讲 又一定有一定 它的一定的道理 我讲一个道理给大家听 好 我们这段行情里面 虽然是无极之谈 我们知道经济基本面 很不好看 是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其他都面面俱到 大行都不错 只有GDP这方面的经济数据很难看 其他都很好看 来讲三个道理 如果你认同这三个道理 那你到年底之前 任何拉回来应该做多 第一个道理 这波行情 大家都知道是资金行情 对 现在目前很明显造成双嘎 嘎空手跟嘎空头 那么但是没有量 你知道吗 资金行情嘎空头嘎空手 没有量到最后 怎么样才会结束吗 怎么样 量很大 爆量才会结束 但是现在都没有爆量 现在都没有量 对 所以我们认为 现在还蛮safe 而且会继续走 那么第二个呢 我记得三个礼拜 你先给我爆量 大概要多少以上 爆量 我认为大概1200 1300以上 那个就是危险量 1000亿还OK 1000亿还可以 1000亿还会攻击 1000亿是攻击量 1200亿以上就是危险量 好 就这一波来说 来 第二 好 那么我记得三个礼拜 前我跟姿余有谈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年底的行情 跟大选就有很大的关系 对 那我讲出一句话说 现在大选换人精彩了 我说 如所欲估嘛 我说选情 要有张力 行情才有热力嘛 那法人才有活力嘛 对不对 那现在选情有没有张力 有哦 有啦 张力开始是要比较大一点 对 较好看大家要买票进场 本来不买票进场了 对不对 也不买股票的 有 他们之前就是开玩笑 开玩笑的 他们说之前蔡小英是躺着选 现在棉被要打开 要坐起来选 最好是站起来选 最好站起来选 所以现在行情就会比较有热力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这8500点过关 看我不回一个非常重要的 内在原因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技术面的现在信号 都非常好 来 为什么叫非常好 先看大阪 我准备的月K线 好 很简单我告诉大家就好了 月K线本来我们说 这就8月份得月K嘛 9月10月 我们说这两个月是孕育线 但现在不止孕育 现在把8月份的黑K帮都吞噬掉了 从孕育线转为吞噬线 这是强制讯号 来 再来看周K线 周K线原本呢 应该是说 这段行情里面最困难 就要冲越8500点 多空分水岭过了 不但过了连续三个礼拜 都在8500点以上 这也是一个强制的讯号 再来看日K线 日K线好不好 长得怎么样子 你看两件事情 好 来 我叫他头对面 你一定要会看这件事情 包括看你的个股都一样 这段行情里面 虽然只是反弹行情 但是他9日KD指标 竟然就两度两次 进入所谓的超买区 超买区不是超买 它是暗示点非常强势 一般的反弹行情 KD指标不会进入超买区 更不要说两度进入超买区 这是看回不回 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好 再来看 这条是什么 季线 对 季线现在刚好扣抵 这边慢慢要扣抵到这里来 换说现在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会转折 它开始搬两转折成一个低档的支撑 现在在8300点附近 未来会形成支撑慢慢往上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强制讯号 这是日K线 那还有更强的了 一路过来 我始终如意一路最强的 一直告诉大家 一路嘎空 四多行情嘎空 精精涨的是OTC指数 到目前走出这个样子 一路走来始终最强 对 那么这个强 这种行情的走法 我们一般通称开玩笑 我们都叫它龙卷风 这叫龙卷风 龙卷风 一路卷一路卷 一路卷 龙卷风最难判断 但是也代表最强 最强 这OTC指数 你不晓得它 它也一直处于高档顿化状态 对 你看季线稍微整理一下过 半年线稍微整理一下 我认为也一样会过 还会继续往上 对对对 所以不要随便OTC的股票 不要随便放高 好 刚刚刚说这三个道理 大家了解之后 我简单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三个预测 给大家做参考 等我回来 第一个预测 我认为年底之前 还在这个西中坡的反弹范畴里面 以做多为主 任何拉回来做多 当然碰到半年线 它会有个小转折下来 这个小转折下来 应该可以把它当作 西之逼坡的回档 大概大约8500点 本来是一个中期的压力 现在变成短线的支撑了 对 所以即使拉回来 有利空外在环境 利空拉回来 我认为要再跌破8500点的机会 并不大 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点 现在底部差不多在8000 这边有支撑了 好不容易通过 这个地方不会再失手 要不做白弓了 8500 8500 这很重要说三次 对 好 再来 所以还在反弹范畴 然后8500变成支撑 然后量说 大家一定要确认这个事情 量一定说的 为什么量说呢 第一个 大家不愿意做追加了 还有其他的衍生性产品 可以用 不愿意做追加 散户不进来 这代表就是第一个 散户不愿意做多 第二个也代表什么 代表行情不会冲很快 那请问之余 这两件事情对我们不好吗 散户不愿意进展 然后指数不会冲很快 才会有很多的税步 类股轮动机会 所以这两件事情量不大 反而是好事 是 当然接下来重点是在怎么样 选择强势的各股 待会我给大家巴雕好 和做参考 是 好 非常谢谢詹总 詹总选股在下一段 继续再提供给大家 好 那么再来呢 哇 我们第一段的夜问团 赶快请一下威元 来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问了哪一些个股的问题 来 周大象 好可爱的名字 周大象 周大象要问的是 林洋可不可以续报呢 来 林洋可不可以续报 好 其实你看到说林洋现在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今天 IC设计的股票多多少少都有收到一些这个盘势 跌了14.8%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股要稍微做个留意 因为我们去看 其实它现阶段其实它几乎都不太痛 从这个挑风缺口到这边 目前的量能确实都是一个 比较缩减的一个情况 其实从很多的IC设计个股都有看到 类似的情况 所以其实林洋的建议的话 我会比较会认为说 可能要站在一个解码的位置点 会比较好一点 那其实因为现在个股的多方分析很多 有些要续报 可是像这个林洋的部分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稍微站在这个调节的一方 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换骨叉 换骨叉 因为很多骨叉可以做 1600 1700 对不对 不要这个中型一字花 所以换一下 OK换一下 好 来 我们再来看到有一个黄 放一个狗头 我也不知道是先生或小姐 他要问金鼎 3413的金鼎怎么看 其实现在网友的创意都蛮够的 其实很多的图片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一档个股可能 投资人会比较陌生一点点 对 因为他新挂牌 因为其实简单来讲 它是属于这个鸿海旗下的 鸿海集团里面的 等一家所谓的自动化的设备厂 那其实大家听了也是有点陌生 自动化这就是郭董一定要这个 郭董的专长 郭董的强项 而且我觉得他后面还有玄机 什么玄机 因为他其实跟太阳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你看看最近苹果是不是 他要进军中国大陆太阳能 对 跟谁合作 郭董 对 跟郭董合作 对 那这一档个股又是 鸿海集团旗下的啊 对他生产所谓的太阳能电磁厂嘛 所以那你看现阶段因为他是新的个股那筹码会比较集中一些 然后因为大家还对他还不是很熟悉 他量很小耶 今天你看300多张 对 300多张因为毕竟现在大盘成交量少啦 说实在有时候都800亿900亿你要看到1000亿都很困难 所以其实目前这个成交因为毕竟他的价格大概在60几块多 所以这个成交量还可以接受啦 毕竟他是新的个股的部分 那这一档个股因为其实最近的太阳能股票都非常的强势 比如说很多的个股都涨上去 所以这一档个股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续报的一个动作 可以续报 好那再来呢我们赶快来看看 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要问的是6121新浦 新浦的后市怎么办 新浦的部分的话当然他跟电动车有一些很重大的关系 那其实今天这个网友问FB网友问到的问题 都会跟中国大陆的135计划其实都有关系 因为其他里面提出了不管是物联网甚至电动车新人员 那你看新浦就是新人员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外资其实买的蛮密集的 我们来这边可以上一下外资的部分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你看外资是买的蛮密集的 而且你看其实它股价是在低档的位置点 低档的位置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有搭上135计划的相关的个股 你都要做留意 那其实你看它现在的季线是在这里 112块那你看今天的收盘 117块 所以它是有在那季线之上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格局的部分的话 它会比较震荡之间 就是说它还没有转强 因为机械还没上扬 所以你要等 所以它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你要它立刻涨呢 我觉得是有点疑虑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可是如果说你手边有持股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你是续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等它一下 好我们再看看这一档 他问的是经典 吕同学问经典 经典 经典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最近的截人干的股都特别强 从这一波的太阳能 然后LED 然后风力发电 很厉害 大家都起来 这个表现很强 所以经典的部分的话 我会认为说关系 因为毕竟股中全会明天就闭幕了 所以你看 这个行情的部分 你看这两天 股价开始往上涨 那你看是谁在买 一样又是外资跟外资的法人在做一个布局 你看谁在买 又是一样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这几天他要做切入 来我们换一下这个投信的部分 其实投信多多少少 我们去看一下 投信又做这个切入的一个部分 这边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法人已经开始有在做介入的一个动作 那这些个股开始做上涨 其实第一段的夜问团的部分 我会 其实这几档个股我认为都可以续报 除了第一档那个领阳的部分 真的稍稍做减码 那其实这一档今天的部分 现在其实资金上面还在他的身上 你看他今天涨跌幅的这个成交量排名 他是蛮前面的 前十名 对 所以他是人气焦点 那就这一档个股 我认为说还是做一个续报的动作 好那最后一档你看可不可以续报 F经历 F经历 那这一档 这一档个股 其实可能投資人也会稍微陌生一点点 对因为其实他是属于F股 F股 然后他在中国大陆 其实有生产一些这个衣服 是铜装 对 有点偏向铜装 然后传产的一个类股 所以就有搭上那个二胎 对对 二胎 所以那个立英房 立英房飞天了对不对 对飞天嘛 那你看经历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经历 有一个隐忧 一个小小隐忧 我们请导播上一下融资的部分 最近股价是涨没有错 可是你看一下他融资的一个位置点 这几天突然暴升 对 当然融资不见得都是散户 也有可能是阻力 这个有可能 可是如果说从这个安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再切成外资 我们再去看一下 融资在增加 然后这个外资的部分 你看外资在干嘛 外资在倒货 或者是在卖 股价在涨 所以这个从往面上有一点点乱 所以他 我会比较这样子建议大家 这个经历的一个操作 会比较偏向逢高做减码 因为它还有可能会涨 因为毕竟融资 你不能确定说 它到底是散户 不管是大户 可是毕竟从马乱 外资卖是适时 所以它的股价如果有往上涨的话 比较要站在一个逢高 偏向一个减码的动作 获利了解就可以 那就不要做过度的一个追价 会比较好 对 我以为你来听听看 昨天我们这个 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二胎 对 这开放二胎你可以升第二个嘛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他们在大陆有个调查 就是开放你要不要升第二胎 大陆年轻人不一定要升第二胎 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想得很美好 什么立英房长卖店人家根本不升耶 对这个就是 白搭一场 有点一厢情愿 有点一厢情愿 可是我觉得其实毕竟 你其实看很多的个股的部分 其实你从筹码上面可以 秀到一些端倪 对你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股价如果有涨 还是回归到我刚才那句话去讲 如果有涨还是偏向一个逢高坐肩 因为毕竟其实它的 第三季的营收的报告出来 其实还不错 前两季加起来 我如果没记录赚大概快五块 前面两季的一个部分 筹码上的 对对对 它现在筹码有一点点这个疑虑 疑虑它不见得会立刻下来 可是它有震荡 就要先做一个调节动作 是好非常谢谢威远 那么这一段 我们英文团先坐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BB Ratio值 这个其实已经超过1 而且超过1一段时间了 这样代表说 其实是这个需求大于攻击 但是这个半导体族群 到底接下来怎么看 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